川普总统签署了网络安全行政命令 当中包括要对抗外国的黑客攻击 美国面临严峻的网络安全以及国家安全威胁 不过同时美国的创新能力也很强大 除了联邦政府还有很多的私人企业 也在积极地应对这些威胁 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义最近就采访了几个这样的出场公司 我们今天请他到演播室来谈谈他所了解到的情况 姚依你好 姚依你好 我还记得在4月26号的节目当中 当时你就说川普总统是即将签署这样的一个 关于网络安全威胁的这样的一个行政令 那么今天这个行政令是获得了正式的签署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 在那个时候4月26号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就是大家在揣测 川普总统要趁着他在白日这个执政白日之前 把这个行政命令给签署了 不过看来是多花了一点时间 来把这个行政命令做得更完善 那么当时是在4月24号的时候 有这个美国总统的特别助理 即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员叫做罗伯特 乔伊斯他当时当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播放了他的这个视频 他宣布了这个命令即将他签署 那么他也说了这个行政命令 会关注在三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个是确保联邦政府的安全 第二个是要保障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 第三个是要寻求国际上方的合作 那么在今天川普总统在下午 差不多一点的时候 就正式的签署了这一份的 网络安全行政命令 那么接下来这个白宫的 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博瑟特 他就参加了白宫的记者会 并且来说明这个行政命令当中的 一些的细节跟角色 那同样说的呢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三点 那么他在这个行政命令里面 关于联邦政府的部分呢 这个博瑟特他就说 他说当年奥巴马政府曾经有一个 这个避险的一个措施 一个安全网来规范这个私人企业 必须要来执行 这个风险管理的计划呢 能够减少网络威胁 带来的风险跟威胁 但是呢 现在川普政府希望说 这样的安全网 这样的一个这么良善的计划 私人企业之前在实施了 也要放在这个联邦政府里面 来实施相同的计划 来保障联邦政府的网络安全 而且呢 自从这个中国的黑客入侵了 联邦政府的人事管理局之后呢 也曝光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设备 是非常老旧的 因此呢 这份行政命令也要求 联邦政府的单位 要来更换这些老旧的系统 并且呢 就将由川普总统的女婿 库什纳所主管的白宫创新办公室 来负责 那么今天汤姆这个博瑟特呢 他也特别讲了 这份行政命令里面 也包括了要怎么样来应对 甚至嚇阻外国的黑客 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这份行政命令同时 也说到阻合政策 而这早就该实施了 俄罗斯并不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的唯一敌人 俄罗斯也不是互联网上唯一进行恶劣行为的人 俄罗斯 中国 伊朗 其他国家都想这样利用网络能力 跟网络工具 来攻击我们的人民 我们的政府 以及我们的资料 我们再也无法做事 我们必须制定网络规则 规范哪些是可以被容忍的 接着我们也将阻合那些不想遵守规则的人 是 那相当所说的呢 包括这个贺阻的方面 还加上要加强这个国际的合作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奥巴马政府的这个时代呢 也曾经制定过网络安全相关方面的政策 还也发布过签署过行政命令 并且也在联合国或是北约 或是与其他的国家领导人 例如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签署一些双边的这个网络协定 不过这一次呢 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博瑟特 他特别强调说 这份川普的行政命令 把以前奥巴马做的事情 还要推进更进一步 第一个呢 是还要更关注于联邦政府的网络安全 接下来还要对这个有敌意的国家 要进行更强力的喝足 平常 对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